民进党华联县议会党团23号召开记者会 呼吁华联县政府要严守行政中立 不要动用行政资源辅选 不要为难公务人员 同时张美惠他也呼吁 县政府同仁和社团单位 不要屈服于威权 希望华联的选举能够是清白自由民主 民进党华联县议会党团9月23号召开记者会 指出过去十多年来 华联县政府动用行政资源辅选的状况 那利用二杯金利用社团补助款 来补助相关的公庙及社团 那在选举的当下就来签字这些社团 要他们到这个竞选总部来签名 甚至点名 我想公开的利用这样子的行政资源 那到我们各个社团 给这个公庙及社团压力这件事 我们也呼吁未来在竞选期间 我们发令县政府也应该顶持行政中立的立场 不要再压制压迫我们这些公庙及社团 他们在发任何的一个经费的争取的新闻上面呢 都会强加我们的立委 附坤奇在上面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其实已经是很多的人 是做相关的争取 但这个部分可能跟立委 附坤奇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他们还是强加 在县政府的新闻稿上面 让附坤奇立委的曝光率还是很高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要请县政府 真的要非常的严格的来遵守 这个行政中立的部分 切勿再把无关我们立委 附坤奇的职权的新闻稿上面 就是硬把附坤奇委员的名字加上去 新元张美惠呼吁花联县政府 应该秉持行政中立 不要再让检调来约谈县政府的人员 花联县在过去这十几年来 每遇到的选举 那在花联县政府总是会传出 有行政不中立 甚至曾经遭到检调调查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选 总统跟立委的选举 那我们民进党花联县议会党团 也要在此特别呼吁花联县政府 要严守行政中立 不要再有这个检调要介入调查 这样的一个情势传出 我们也呼吁公务人员 不要屈就于威权 应该要维持行政中立 不要把行政资源用于当成 辅选的工具 那希望花联的选举能够是干净 民主跟自由 民进党花联县议会党团呼吁 不要再为难公务人员 请花联县政府不要再为难公务人员了 请花联县政府不要再动用行政资源普选了 介络会 瑞翔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